我申请啊 小叶能不能跟她站一下 你可能是她的梦中女型要高的吗 一泉同学 使得老师的意思是让你放弃吧 不要找高个的 就大概我们 就是我1米75 我今天穿了一个平的型 我1米7 这个个头的女生在你面前你有压力吗 说实话还是有点 她先生站你边上的压力更大 我问一下张洛一泉 如果你旁边那位女士是1米75 站在你面前 你觉得你有1米70吗 就是可能女生会比较显高一些 相对来说 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刚才在第一场所有的表现说 其实你一直以来你在挣钱 你对金钱是有渴望的 但你却说你更需要工作创造的价值 你一方面说 我没有时间去考虑男女之事 一方面又去参加相亲节目 你的这种所谓的矛盾 在刚才你所说的 个子的这个问题上面 表现出来的就是 有一些些的隐藏自己 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目的 不是想让你下不来台 而是希望告诉你 不要害怕 把自己内心的东西掏出来 好的 其实我认为就是 每个人真视自己就好 活在真实就行 活在当下 你要按你所说的 今天做就可以了 谢谢小叶 谢谢 加油 好 你今天要求面试的 所谓的传媒行业相关的 和短视频相关的 到底是哪个岗位 其实类似于运营和 后期这一块吧 运营跟后期可是完全不同的岗位 后期是一个制作岗位 对对对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就主要还是在运营这一块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今天写的是一万家 我想问一下你 你基础的运营知识懂吗 不太了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达不到这个岗位 因为你对于短视频的运营 你根本一无所知 还是说你别的岗位 你也接受 除了还有其他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投资类型的 我们这样先把这个排布一下 你最想去的岗位是不是媒体运营 不太是 还是投资类型的 那为什么从前到现在 一点投资的事没讲呢 因为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干的这些 包括像房产 还有一些 其实我做过一些代理 但是算失败了吧 张罗一纯 其实从你的简历上来看 你其实还挺优秀的 27岁能够挣到三套房子 但是你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太朦朦胧胧了 你知道吗 我们再具体一下 与投资相关的岗位 哪个岗位你想做 咨询师和分析师吧 应该是 你做得了吗 就是学习嘛 那我就问你 你想去哪家企业 其实我看了一下 它有那个金空投资和那个 然后还有个 其实我对教育 我特别感兴趣 因为就是少年得到 这一块 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就是因为通过我买房 包括像我干了一些代理 还有我了解的各行各业 因为中途的话 我是有一段空档期的 我是没有从事任何行业的 然后这段时间我在干嘛呢 我在观察每个行业的 它的形态和特征 我自己本身非常纠结 他倒是敏感 但是他很敏感的说 现在这些5G的到来 包括现在传播跟销售 人品带产品 这些趋势 他倒是敏感 但是呢 总觉得他是有点投机的性格 是这样的 就是我认为 他是有抓机会的能力的 但是这个社会 自古以来就是满天机会 对吧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你这个也想抓 那个也想抓的时候 你就很服 对 很乱 我跟你说 如果你这种心态下去 这辈子 你都很难抓住到一个长久的机会 这就是刚才石头老师说的投机 投机和投资之间最大的区别 你知道是什么吗 它的时间长短线 不 还有它本身的一个价值线 对 是看价值 对 而不是看短期机会 不是看红利 而是看核心竞争力 对 你要知道你 如果你要 今天你是选择 你自己其实是在做一个人生的投资 对吗 对 你是要做投 投给少年得到 还是投给投资行业 还是投给那个短视频行业 好 那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相对于其他人的竞争又是什么 分析了这些 你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 张罗一纯 第一环节的时间 已经使用的太长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最后再问你一点 岗位具体是什么 岗位的话 咨询师和分析师 对 好 要求薪资不低于多少 一万家吧 想去的城市的话 可能就是上海或者深圳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石掌灯全灭 张罗一纯 聪明是聪明 但千万不要聪明被聪明误了 其实从整场看下来 我们只看到了你的聪明 却没有看到你在职场当中 扎扎实实技巧的累积 好 谢谢你 再见 好